瑞芳三爪子坑路106项因为地势比较高 所以在下方是设有水塔 但是因为水塔是设置在私人土地上 现在土地可能要易主水塔将面临拆除的命运 让民众是无法认同 是纷纷找上了议员来澄清 而在17号 远离一期就邀请自来水公司 还有地主当地住户现场协调 这座供应三爪子坑路106项的水塔 大约有12户在使用 民众也使用了二三十年 但现在放置水塔的土地 传出地主要卖出 而新地主希望将水塔拆除 此举引起居民不满 居民担心以后根本没水可用 我的左手边这一块的那个水塔的用水 那全部的住户都是由它来提供日常的用水 但是在这几年当中 这个地主陆陆续续的已经转换了非常多手 在四月份的时候有新地主乘购 他希望能够将这个水塔能够移除 可是问题是在移除的同时之下 将会影响到我们106项十几户 住户的民生用水 在接获民众陈勤后 远离一期今天到现场了解状况 住户主张自己的用水权益 但土地买主一样要主张自己的买卖权 所以双方一动僵持不下 就地主和我委托 因为都是我说的那个福建长在做 那就像主任我们这样讲 您安的理解 不会说有什么特别需要弄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说整个过程最好就是透过一个协商 必要的话就不要走到法院 就是大家调解委会大家坐下来 然后住户的权益就是说你自来水公司 你既然每个月收水费 你是不是应该也要协助回馈 原有的地主还有现在想要新成购的地主 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在协调上面 自己有一些问题 那所以说今天在原地主没有到现场 所以今天的协调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的 有一个完成的结果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另外再安排个时间 然后由住户再来自来水公司 再来邀请新旧地主 一起我们再来开个座谈会协调会 然后取得一个双方都有的默契跟共识 院里一起表示 因为今天原有地主没有现身 所以也无法取得共识 将待下次协调 希望共创双赢局面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我请不吝点赞 心理论 就当地主要是两个小时 我请不吝点赞 心理论